另外哈康拉蓬蒂学区教委于9月14日就该学区Wetworth小学新建委K8学校方案举行社区会议 拉蓬蒂市市议员学区教委以及家长当地社区居民近300人与会 Wetworth小学校长及部分华裔学生家长表示 得到学区四位教委支持并经过长期论证的新建学校计划 无论是从学校自身的发展还是服务当地社区民众都是十分必要的 希望社区民众和华裔家长积极支持这个计划并以各种方式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 现场穿红色衣服的都是支持Wetworth K8学校项目的民众 学区代表和负责新建Wetworth K8学校项目设计的PBK公司 介绍了Wetworth小学产权的历史背景 开发案涉及到的海兰等棒球场历史 Wetworth小学的现状 新学校的设计以及项目先一步的情况等 资料显示2008年Wetworth小学入学人数为287人 2019年入学人数为591人 10年间入学人数增加了一倍 10年来Wetworth小学的学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先后获得加州杰出学校及全国蓝带学校等容称 家长会会长Maria介绍说 哈岗学区有5位教委 其中有4位教委非常支持我们华人社区的各种学术活动 也支持Wetworth K8的建校方案 华人社区与各种族之间的学术交流 让学区发展欣欣笑容 但是现在的情况太不一样了 有人打压Wetworth建校的方案 并将Wetworth列为华人学校 与其他族群切割 同时把Wetworth标榜为富人学校 并发起罢免支持建校教委的行动 原来只是很单纯的一个蓝带的学校需要建校到八年级 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舍非常的老旧 然后老鼠漏雨的情况 让学生的学习环境非常的不安全不稳定 所以这个议题其实已经在社区里面已经筹备很久了 那非常可惜的是现在有人借着这个议题来炒作这个种族的话题 让我们学校的校长 让我们学校的家长们感到非常的不安与不解 前不久举办了首次Wetworth K8学校项目社区大会 大会后部分居民开始发起罢免学区教委会主席Martin Matareno 副主席Antoni Duarte 教委张金生和郭志 因为他们支持Wetworth K8学校项目 另外一名教委Jeffrey De La Torre对该项目投反对票 没有在罢免名单上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山嘉宏洛杉矶报道